其实有很多东西已经很显见了 他如果真的在乎你 他就会在乎你的感受 在乎你哭是不是哭啊 是不是不高兴了呀 是不是不舒服了呀 他就断然不会去做出那些 让你不舒服的事 想要知道对方爱不爱你 关键要看他在不在乎你 如果对方真的在乎你 那么在生活中你一定能感觉得到 反之你要是感觉不到 那么就说明这个人并没有那么爱你 然而 图老师所分析的这些道理 就发生在今天的这对情侣身上 一对恋爱四年的情侣 却面临着分手的局面 那么这对情侣之间 到底有哪些解不开的疙瘩 又是什么原因让图老师这么说呢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男生小孙是一位酒吧的助唱歌手 24岁的他年轻有活力 打扮得也非常时尚 而女生小王则大他一岁 在一次聚会中被这个黄毛小子所吸引 没过多久 两人就正是成为了恋爱关系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跟着出现 小王觉得和男友谈了四年的恋爱 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却没有一点安全感 就是感觉在他身边 特别的没有安全感 就是跟他在一起四年了 现在就是他的手机 微信还有QQ的密码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他的朋友圈 也从来不发我的一些东西 我就感觉就是 防我一天跟防贼一样 我就感觉特别特别不理解 按理说谈了四年的恋爱 彼此之间已经在熟悉不过了 那些所谓的聊天软件的密码 对于两人来说根本就没那么重要 但男友小孙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决绝 坚决不同意女友侵犯他的隐私 也很少在朋友圈公开两人的关系 也正是因此 让女友小王感觉到了危险 不能理解男友为何要对自己这般防范 四年的恋爱却连个朋友圈都不敢发 如此保守的做法让小王很是诧异 此时此刻 男友小孙面对女友的指责做出了反驳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起码应该有起码的信任 不给他我的微信密码和QQ密码 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 你信任他你应该给他 但是他不会看 我给他了我觉得他是在看着我 我其实挺不喜欢这种感觉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彼此之间互相信任是小孙反驳女友的理由 与此同时小孙也不喜欢被人监督 这么一来两人之间必定会产生矛盾 一个没有安全感 另一位则是注重隐私权 要是这么看来 两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都有些道理 但要放在一对恋爱四年的情侣身上 这是小孙就有点过于谨慎了 小编认为 长达四年的恋爱 没必要整这些没用的 敞开心扉和女友共享自己的生活 才能给女友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而不是像房贼一样把女友当成外人看待 这足以说明小孙对女友的爱并没有那么深 也不在乎女友的感受 然而 这些事情也仅仅是网络隐私中的一些问题 其实在实际生活中 小孙做得更为过分 生活中就是我俩在一块的时候 就是很少跟那朋友一起出去玩 然后就是我老是感觉他不想 就是让我陪他一起出去玩 总共就是领我去见过几个朋友 四年四五个 身边朋友总共就那几个好的 那其实工作上认识的一些人 我就没有必要领你去见 那我为什么我要上哪儿的话 我必须告诉你一声 然后我自己的手机什么微信什么的密码啥的 必须得都告诉你 你是你我是我 你的想法 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全交在我身上 你不发我的东西 那你为啥拿我手机自己主动发你的东西呢 无论什么事都得顺着男友 反过来还得受男友管制 如果换做女友这么做 小孙就会给女友扣上一个强加思想的帽子 很显然 这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对待 男友的这种自私让小王非常不爽 不仅如此 女友小王还察觉到 男友现在越来越不在乎自己了 一个月当中只能见几次面 然而就这几次见面的机会 还被男友责怪太年人 并且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 从来不跟他说 就算在小王的追问下 也是一问三不知 更为离谱的是 女友生活中的琐事 小孙从来就没在乎过 也从不果问 在小孙的心里 两人就像陌生人一般 根本不像一对恋爱四年的情侣 这点女友小王是深有体会 这么听起来他就对你比较冷淡对吧 对 就是感觉就是我俩不像一个正常处理像一个 其实我感觉我俩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 四年 四年我感觉正常应该是由爱情转化于一个亲情 然后两个人特别特别了解 像家人一样 男友的这一系列举动 虽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但这足以让一个女人感受到什么叫冷漠无情 毕竟两人处于恋爱阶段 像这样的相处方式 除了不在乎还能是什么呢 所以说女人的直觉不会撒谎 这种男人确实给不了小王安全感 然而 更让女友不踏实的事情不仅于此 很多因素都有影响 最为关键的就是男友的工作 也为是酒吧的助唱歌手 所以遭来的异性也非常之多 其中有一位女孩就让小王感到非常不爽 我有一个同学 就是高中同学 一个女孩 然后那天去陪她上演的时候 那女孩也去了 我能感觉到那女的好像是对她有意思 我心里本来我就不舒服 然后那女孩就是主动要她微信 然后她唱歌的时候 那女孩就主动牵她的手 她唱完歌之后下来的时候 然后还主动跟她合照 然后我就感觉心里特别不舒服 其实这也只是小王所看到的 没有看到的还有很多很多 也为是助唱歌手的原因 再加上在酒吧工作 一些形形色色的女孩 就喜欢这种有才华的男生 追求者那是相当之多 最主要的是 男友在这些事件当中 从来不和女友提及 也不让女友知道 所以再加上男友 对自己的冷落和防备 这就是让小王没安全感的 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小孙能敞开心扉 毫无遮掩地对待女友 那么我相信 作为通情达理的小王会理解这一切 毕竟一个女人所需要的 就是男人的坦诚和呵护 但事与愿违 小王的男友并不是这种人 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太挑剔了 那你能为他改吗 我可以为他改 但他太挑剔的东西 我还是做不到 比如说刚才他举的那些例子里面 哪些是挑剔的 比如他一定要知道我的QQ密码 微信密码 因为我觉得经常他翻我东西 首先是对我的不尊重 你主要你什么都不跟我说 什么都不在乎 也不和女友沟通 女友想去了解又遭到反对 这种感觉真的让人非常压抑 俗话说得好 想要让人信任你 起码要做一些让人信任的事 如果做不到 就不要怪别人不信任你 但最可气的是 当别人不信任你 想去了解你的时候 你又不让人家了解 就好像你是太阳 都得围着你转式的 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就这种自私自利的男人 又有谁能接受得了呢 无论怎么说 这段长达四年的感情 已经被这位男生搞得 支离破碎 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只能改变你的个性 放下你那高傲的身段 做一些让人值得信任的事 或许这才是小孙唯一的出路 接下来 涂老师给两位 做出了详细解答 其实有些东西 不是他给不起 他对很多东西 是无所谓的 就是你在乎我 但是他不是很在乎你 其实有很多东西 已经很显见了 他如果真的在乎你 他就会在乎你的感受 我也建议 个人的隐私QQ 那个东西不用告诉你 但一个男人 如果在乎你的感受 在乎你在乎的在乎 在乎你哭 是不是哭啊 是不是不高兴了呀 是不是不舒服了呀 他就断然不会去做出那些 让你不舒服的事 这个道理很浅显吧 那么他既然做了 就说明你在他心中 是没有分量的 你为什么会没有分量 两个原因 第一 他莫名其妙地 有点优越感 他觉得周围总是一些 小女粉丝很青睐他 但是我想告诉这个男生的是 那些所谓的女粉丝和女人 没有一个真正把你当回事 只有他 才把你当了回事 第二点 就是你把他太纵容了 最后送你一句话 我只在乎我 在乎的人 你是不是在乎我 明白吗 很显然 涂老师也觉得 这位男生不够坦诚 对待女友 就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真正爱一个人 怎么可能不在乎 对方的感受 哪怕是一点点的在乎 也能让女友感觉的 可是这个家伙 却非常傲慢 仰仗自己 有很多女生追求 摆出一副高傲的姿态 对女友所提出的要求 从不去理会 完全不考虑 女友的感受 最后涂老师 也郑重地提醒女生 爱一个人 一定要看这个人 在不在乎你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么他所说的一切 都是为自己 狡辩的理由罢了 那么事已至此 两人最后的结局 会是什么样呢 接下来看结果吧 这个结果真是让人出乎意料 本以为女生会选择离开 可万万没想到 面对这样不在乎自己的男人 却依然选择留下 台下的老师们 都摆出一副无奈的表情 很是不能理解 可无论怎么样 路是自己走的 选择权在他们自己手里 别人的建议只是建议 最终的结局 还需要他们自己做出决定 既然结果已成定局 那么也只能祝福两位了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对情侣屏幕前的你 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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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